国民党主席之争朱立伦以及江启臣的两强对决态势明显 今天上午朱立伦是找来20位青年陪他一起完成参选登记 没有大咖陪同主打年轻牌 至于在江启臣这边则是要破除跳船疑云 明天预计在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 以及前立委严宽恒的陪同下前往登记 加油 立伦立伦 朱立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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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口号 帮战虾朱立伦主席登记 这一天表达的诉求很明确 谢谢 谢谢 20位青年生员朱立伦打的是年轻牌 同时找来复兴联盟塑造军系力挺 16号上午朱立伦完成主席参选登记 身旁除了深圳复兴联盟顾问的立委 郑立伦没有任何明代陪同 从北到南因为我担任过16年的县市长 多少的前县长 前立委都站出来 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 为国民党好 立委严宽衡来陪同 拉拢大咖似乎也意在破除倒江传言 市长如果陪启程的话也很好 早一天我在找胡市长来陪我参加什么活动 他也打电话给我加油 大家都是好朋友 虽然朱立伦少了大咖陪同 不过洪硕朱体系的军系大佬陈正商 连胜文阵营 发言人陈正宇都到场 不斥不合传言朱江对垒 输人不输正17号就看江企城怎么接招 华师兄 叶峰 李斯健 台北欧岛 不过洪矢是优 Agriculture 这是村庄银那了 卡通